第146集 高品灵石 中品高品灵石对于现在的章範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,以它的修为程度还用不上如此高品质的东西,便是下品灵石现在也能满足它的修炼了。 真正让它动念的却是在见到这些高品灵石的时候,一个漠然出现在它脑海当中的画面,那是一个传颂镇,上面应当镶嵌灵石的位置,只有一堆堆五彩的灵石坟墨,旁边一个额上紫色幽蓝绽放的美丽少女,闲静地站在那里,脸上的微笑是那么的使人疼喜。 传颂镇,当日正是缺乏这些高品灵石,方才不能一探究竟,张凡沉默了少请,将这些灵石重新收了回去。 神石继续在其内扫过,玄机一清,被他看中的几样东西当即被清出,出现在眼前的地面上。 长颈玉瓶,凝枝一般的润泽,上面雷纹浮印引线,将内里的灵气封印得点滴不漏。 锥撞灵气,紫色电光缠绕,隐隐咆哮之声从中传来,仿佛有一只不屈的雷兽被封进其中,永不停息地抗争着。 玉瓶大致有十多个,灵气却只有这么一件。 张凡一一打开玉瓶的风盖,低头秀了秀,不过片刻,石余瓶尽数检查完毕,重新收回到乾坤袋中。 做完这些动作,他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色,不知道是欢喜还是失落。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,里面装的都是上好的丹药,可惜的是,都是杰丹宗师服用来付诸提升修为的。 以他如今的修为,很长时间之内,这些堪称宝物的丹药只能当作摆设一样的存在,真是可惜啊。 遗憾了一下,张凡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最后一样东西,锥撞灵气。 说起来这桶姥姥还真是有点穷,看来那柄紫色小剑就是他最珍贵的事物了。 乾坤袋中不仅没有其他的法宝留存,便是连入得张凡眼中的灵气也只有这么一件而已。 这其他的东西啊,真说起来还不如他自己炼制的好,但是这件紫电锥却是不同的。 紫电锥这个名字是张凡自己取的,既然打算自用了,自然要取一个名字来称呼一下。 这件灵气以张凡练气多年的眼光看来,差不多处在高阶灵气和顶阶灵气之间。 有顶阶灵气的资质,极其罕见的雷兽精魄在其内,却没有顶阶灵气应有的材质,可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 即便是现在也已经威力不凡了,雷兽是上古强大的妖兽,人间如今已经难得一见了。 它形如麋鹿而雄壮,体高约丈许,头上伸出一独角像锥子,天生雷鼠能驾驭天雷,不仅速度极快,而且头上独角威力惊人,倒是在上古之时也称得上是强大的妖兽了。 以童姥姥的实力,别说见不得这样的妖兽,即便是见到了,也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,更不要说把他的力量本源独角扭下来,来做成这只紫电锥了。 十之八九,这也是一件像九火炎龙珠和按摩帆一样的在神肖宗传承多年的宝物,若是在材质上再提升一个档次,这当是一件不弱于九火炎龙珠的真正顶阶灵气。 先前为了万无一失,能将童姥姥阻住,张凡可是自爆了自己两件法器啊,可以说是攻击手段大大减少,本来还想着出去之后啊,重新炼制一些应急用呢,不想瞌睡碰见枕头,就得到了这么一件更好的。 论价值,紫电锥可远远在补天网与乾坤圈之上啊。 重新将紫电锥祭练了一番,张凡并没有马上离开,反而是盘膝坐定,吞服丹药,调息良久,直到将先前一战的所有损耗完全恢复了过来,方才长身而立。 此时所处的位置,本来应当算是剑种的边缘了,可是在剑魂与童姥姥一战,还有自爆金丹的恐怖威力之下,早已被移为了平地。 只有在数百丈之外的地方,还可见得那断剑无数的剑之坟种的景象,那里也正是张凡的目标。 金之本源到手,此处再无知的留恋之处了,身子一动化作了一道流光,向着剑种中心处急速飞去,片刻就不见了踪影。 万里黄沙目起,昔于白日引迹,一片迷蒙昏黄的沙尘边缘,一道亮白色的光滑浮现,如同水墓一般震着涟漪。 烧情,亮白色则渐渐褪去,转而昏黄,恰如眼前的黄沙不变彼此。 不过片刻,弓木一阵模糊,旋气像泡沫一般消散,显露出其中一个悬疑人影。 嗯?这就是土爵之地了? 张凡稍稍定了一下神,举目望去。 这一切都与先前几个场景转换相似,不同的是,一眼望去,它的神色骤然大变。 一望无垠的沙漠,忽然迷蒙一片,恍若一幅涂满了黄沙白草的画卷,被一只大手卷动折叠翻滚了起来。 原本冲涩天地的飞沙之声,陡然消失不见了,只觉得一阵扭曲,好似站在一面均烈的落地大镜之间,眼睁睁地看着镜中自己的影像,与周边所有的环境齐齐寸寸开裂,不复完整了一半。 该死,张凡顿时面沉如水,哪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 强忍着身体上陡然出现的拉扯之力,他急目远眺,只见得原本遥不可及的地方忽然如在眼前,同时目光透过,仿佛可以看向无穷远的距离。 事实也是如此,张凡亲眼见得一处片刻之前的一栋沙丘忽然一阵模糊,随后崩开,露出了其后大片的绿洲。 绿洲自然不可能掩盖在沙丘之下,只可能是空间错落与折叠,将远处的某物挪移方才如此。 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,大片的场景恍若飞散的镜子的碎片一样一闪而过,天涯瞬间化为咫尺,沙漠尽头处的景象默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 黄沙如沐,遮天蔽日,银针如雨,翩翩飞落。 无数的银针铺天盖地,每一处针尖仿佛都被什么神通所指引,一一刺爆历历的黄沙,微落空,无一失误,诡异无比啊。 顷刻之间,所有的银针皈依,化作了一枚看似普通,却锋灵动至极的小针,疏乎闪失,出现在了一只肥胖的大手之上。 大手猛的一转,银针骤然消失,一切光滑不见,回首望来只有一双明亮的眼眸,仿佛可以透过无穷的距离直接投射到张凡的身上一般。 是他?对视了一眼,张凡心中一震,终于明白了是何人取走了土之本源。 眼前的情况,他并不是第一次见得,不过那一次站在远处默然回望的人是他自身,而面对世界崩溃自然距离拉扯的是其他人罢了。 是陈姓老者?对着投射而来的本是默然,继而易宁,仿佛有所异动,最后聚焦到他脸上的目光。 张凡神色不动,没有露出任何的惊慌和闪躲,只是平静地直视了过去。 杰丹宗师?若是到这火灵之地之前,我或许还会让你三分,可是现在嘛。 张凡的确是没有什么好恐惧的,佟姥姥也未必逊色于此人,更何况先前的一战,她的底牌根本就没有消耗,真正对阵起来,怕还能给对方一个惊喜呢。 对视了一眼,她心中闪过的不是一个杰丹宗师的虎视眈眈,而是兴奋,一种多年纠缠的阴霾,终有一日得解的兴奋与爽快。 感受着对方眼中如她那件真状法宝一般伶俐的杀意,张凡呼的一笑,悠然复手,向前一步踏出。 纵浪大话中,不喜亦不惧,应尽便须尽,无负独独。 要来的都来吧,让我们一次解决问题。 这一步,恍若踏在了某种疏要的所在,置身之处,漠然崩散游离,直如世界的碎片飘移,向着某处飞逝。 仿佛感受到了她眼中表露出的真意,无穷远处的陈姓老者猛地一副衣袖,转身离去。 一时间,两人好像分别处在世界的两端,飞速远去又终将聚合,演绎无尽。 年稠而浓郁,如夜火红,卷起滔天的巨浪。 每一波火焰浪潮过后,都有一座福岛升起,仿佛海潮起落,礁石引线一般。 这些福岛大小不一,最大的像小山一般,小的仅能立足。 无论大小,看上去皆是一个模样,漆黑如墨,仿佛岩浆凝聚,上面遍布密密麻麻的气孔,整体轻弱红锚,在无量的火源星空之中起起伏伏。 每一座福岛,在出现之初,上面皆是空无一物,不过转瞬,一阵模糊之后,恍若有什么东西与之重合一般,带得平稳下来,必然有一个人影会在漆上献出。 在整个火源星空的边缘,一道巨浪如火山爆发,漠然涌出,潮水般落下一个院落大小的福岛献出。 烧情,张帆的身影在上面缓缓地浮现了出来。 这就是真正的火灵之地了。 浮一出现,张帆便觉得周身一阵的麻痒,恍若有无穷的火源之力,在不停地钻着,想要破开皮肤,涌入他体内一般。 同时,无形的压力迫近,就像是置身在海水的深处,无处不在的强力压迫,使人不能呼吸。 不通的是,此处的压迫力要百倍于深海之中啊。 这样的情况,如若换作别人,或许还要惊慌一阵子,毕竟外来火源入体,不知是何等的下场。 于是,出现之人,绝大多数第一时间便盘膝而坐,默默地运转玄弓来抵抗外来之力。 可是张凡则不同,火焰他当然不拒。 洒然一笑,索性放开所有的封锁,如漩涡一般,大量的火源瞬间涌入,几乎不用他自身动念,体内的大日真力仿佛饿了很久一般,旋即自发地按照大日真结的线路飞快地运转起来,将所有涌入的火源吞噬一空。 他甚至还有闲暇举目四顾,查看这火灵之地到底是何等的面貌。 此处看起来,其实与他们先前出入之时的等候场所很近似,只是火源之力浓厚上了数十倍,那些密不如星空的浮岛也不见了,只有寥寥数十灵星错落,上面皆有一人立身。 这片星空虽然少了大量的浮岛,却又不见得冷静,相反的,比起先前所见,还多出了一丝丝的火力。 这里的火源之力并不如先前一般,仿佛只是一个容器,又如一滩死水,死气沉沉不动,相反的,此处的不愧是真正的火灵之地。 火源好似永不止息一般,阵阵波动,泛起无数的火焰浪潮,使得所有的一切看来都恍若一红火水清泉,流动中满是生机的意味。 恰在张凡观察这一切的时候,附近的一个小浮岛忽然移动了起来,恍若一条小舟在巨浪当中起伏,却没有颠覆的危险,反而看起来有些闲适自在的味道。 他早已知晓,脚下这浮岛只要灌入灵力,以神识驱动,就能如飞行法器一般在这火源星空来去,本不足怪。 真正引起他兴趣的是,观那个浮岛飞行的方向,其目标赫然就是他这个地方的所在。 察觉到这点,张凡从远处收回了目光,投向了那个浮岛之上,目光稍稍一宁,玄机释然。 原来是他?浮岛之上,一个彩衣男子,斜斜地躺在地面上,观其姿态,仿佛身下的不是凹凸不平的岩石,而是女子那柔软温香的怀抱一般,看上去很是惬意啊。 凤狂哥,见得他这般模样,张凡微微一笑,此人虽然够猥琐,不过与幽梦影比起来,显得不是那么深沉,要可教得多。 张师兄,好久不见了,想死小弟了。 戴德这两个福岛抵尽,凤狂哥忽然高呼着,一蹦而来,这,张凡的脸上顿时献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,跟他的交情也没收到这个份上吧。 略略一闪,躲过了他的拥抱,张凡上下打量了他一下,笑说道,哎呀,凤兄,你怎么搞成了这般模样? 凤狂哥此时的模样确实不怎么好,一身绚丽如孔雀开瓶一般的彩衣,已经颇有一些破破烂烂的味道,俊俏无比的容颜上更是青一块紫一块,仿佛给别人胖揍了一顿似的。 哎呀,小弟倒霉呀,凤狂哥闻言立刻哭丧着脸,好似受了委屈的小媳妇。 在那该死的金绝之地,你小弟刚走到一半,谁也没惹呀,忽然一个疯婆子跑出来,当头就给了小弟一下子。 什么?张凡目光一迎,一道,金绝之地,疯婆子?怎么听着像某人的杰作呀?不过若是如此,这凤狂哥是怎么活下来的呢? 就是沈肖宗那个童姥姥,我呸,让她一大气小,总有一天,老成鸡婆没人要。 说起来啊,她还不知道多少岁了呢,不过看起来还挺水灵的嘛。 一开始,还有如怨妇控诉父亲郎一般忧怨无比,说到后来,又开始对童姥姥品头论足,一副恨不得抱在怀中好好疼惜一下的样子,就差没把口水流下来了。 哎呀,竟然真是!张凡顾不上听她废话了,目光也不由得下移,试试了一番,最后在她的袖口处顿了一顿,猛地掖住了。 那里赫然少去了一截,是她呀!先前在金绝之地,张凡就曾经识了一截短袖,本以为啊,那人已经灰飞烟灭,地上的灰烬也证明了这一点,现在看来,那截袖子竟然是凤狂哥的。 她是怎么做到的,怎么逃生的呢? 凤狂哥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,好色如命的样子,却也是精明之人,见得张凡的目光在她的衣袖间停留,当即明白了过来,张兄也遇到那个疯婆子了? 没错,张凡坦然承认,同时开口说道,在下还在那里捡得了一个衣袖,不知…… 凤狂哥忽然狂笑起来,上气不接下气地说,嘿,童姥姥,看你嚣张,还不是要吃小爷的洗脚水啊? 说着手掌一翻,在腰间的灵兽带上蘑菇,一道红蒙蒙的光影闪现了出来。 张凡定惊望去,只见得一只怪鸟出现在了凤狂哥的怀中,此时正被他抱着一顿猛亲呢。 张兄啊,小弟可没有师兄你,这份能耐,能从那疯婆子手中逃生,嘿,我呀,还是靠着我这个宝贝啊。 一边说着,凤狂哥一边将怀中的怪鸟高举起来,屁股向着他的脸,脑袋对着张凡的方向。 此时,怪鸟身上的红光收敛,张凡也真切地见得了他的真容。 诶,这是三生邪凤?